五四 四 五三 夜寒了 殿下别喝了 该歇息了 及时了 太时了 那还早着呢 殿下别喝了 自来宫中 你总爱饮酒赏月 您这喝了都几重了 如此 喝坏了身子 可怎么办呀 放心吧 我酒量好着呢 这月满之日 便是与人团聚之时 只是我都来这儿这么久了 也不知何时才能与故人团聚 殿下 您喝多了 说话都变得文奏奏的了 这哪儿来的酋衣啊 今日王军赏的 他又赏了 是啊 您这次发现了晚节鱼的秘密 立了大功 王军前前后后赏了有五六次东西 我看啊 王军对您不是一般的用心 可您为何总是不肯和王军 你打住了 你别乱说话 小九是在对月伤怀吗 Lordさん mour contemplation 拜见 小九 拜见王军 你又喝酒了 酒喝了 一点点 这球场绣得不错 你穿着就是与众不同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还少了一件相配的配饰 王军 这是本王让工匠 特意打造的金蕾丝酒风垫簪 喜欢吗 看看 这赏赐太过于 太过于贵重 小九承受不起 这球场和这华簪天左之合 本王说你受得起 就受得起 多谢我们 多谢我们 别跟着了 糟糕 糟糕 王军要干什么呀 本王刚刚进来的时候 小九是在思念什么故人吗 本王一直想问你 你心中 到底曾经有过谁 不管你心中曾经有过谁 以后你的心中 只准有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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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中曾经有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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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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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刚来教你的 等什么呢 晚上还想住这儿啊 回慕宁殿 是